不知道大家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初听不知曲中意 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呢 在众多的老歌手中 能把歌曲的意境唱得深入人心的比比皆是 这些歌手也都是经历过大风大量的人 没有几段伤心往事根本唱不出那种感觉 但是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歌手 他的经历可谓是风流 但是唱的歌却让很多人身临其境 这个人就是张宇 他的风流事迹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张宇从小对钢琴有一种特特的天赋 当十二岁之时刚刚哺乳初中 他遇到了萧十一郎 或许是缘分作怪 十七岁的张宇和萧十一郎谈上了恋爱 这个十一郎就是现在张宇的妻子萧惠文 十七岁的一天 张宇的一个好朋友邀请他去十一郎的家里做客 然而到了做客之间之时 这个好朋友声称有事竟然不来了 为了不放十一郎的鸽子 张宇只能独身前往 由于张宇和十一郎两个人在平时并没有什么交流 所以两个人在家里见面之时非常的尴尬 而张宇为了避免尴尬 突然发现十一郎的家里有一把钢琴 张宇就赶忙到了钢琴旁对十一郎说 我给你弹一首钢琴曲吧 而张宇弹的这首钢琴就是罗大佑的小妹 弹完这首歌之后 张宇对萧十一郎说 你知道这首歌的含义吗 十一郎表示并不知道 张宇就对他说 这是罗大佑弹给他最喜欢的女孩子听的 十一郎听到这句话之后 心里瞬瞬间的酥软起来 没错 十一郎喜欢上了张宇 不久之后 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 因为萧惠文的偶像便是萧十一郎 张宇就顺心顺意地称呼他为十一郎 萧惠文也称呼张伯祥为张宇 其中的寓意便是 宇的宝盖头是家的屋顶 表示他俩是一家人 余字分开二人便是十一 青年时期的恋爱总是美好而单纯的 两个人彼此照顾 彼此鼓励 就这样慢慢度过了高中时光 但是毕业季 给这两个人带来了无比的痛苦 因为两个人即将面临异地恋 异地恋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经常打电话聊暧昧 但是时间长了 十一郎却很难收到张宇的电话 或者是信息 女人的第六感是非常可怕的 她能想笑到张宇已经有了新欢 然而经过她的考证 她的第六感正是了她的想法 原来张宇在别的学校 心里一直想的是自己的一生 才刚刚开始 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就托付给十一郎 结果张宇就叫她两只船 一边跟十一郎谈恋爱 一边和其他女人聊暧昧 谈恋爱 没错 张宇出轨了 当十一郎质问她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 张宇竟然提出了分手 也是在这个时候 伤心的十一郎写下了一首歌 这首歌曲就叫做《鬼花酿》 她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心中的苦楚 然而没多久 张宇就找来十一郎复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十一郎竟然同意了复合 也许她当时还没有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种概念 也确实 没过多久 张宇还是不愿意沉下心好好恋爱 还是想招惹外面的花花草草 结果呢 刚复合没多久 张宇再次提出了分手 就在这次分手之后 十一郎再次写下了一首歌 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KTV唱的一首 《雨一直下》 只有在经历过绝望和无奈的时候 才能写出如此痛苦的歌词 这是第二次分手 没多久呢 张宇再次回来 找十一郎复合 十一郎再次投入张宇的怀抱 放在其他女人身上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 不打死这个男人 已经算仁慈了 然而 张宇和十一郎前前后后 竟然分分合合了三次 而这个十一郎仍旧对待张宇 如初恋一般一心一意 在第四次张宇提出分手的时候 十一郎心如刀角 几天时间报首二十斤 而张宇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安 他心里很清楚 他已经习惯有十一郎 张宇还要考虑 要不要找他复合的时候 他的心女友竟然说 你去找十一郎吧 你心里没有我 而且你不能没有他 张宇再次找他复合的时候 看见十一郎如此落魄不堪 终于感受到了心疼 他终于感受到了自己有多么渣 而这次十一郎告诉张宇 如果下次还要这样 就不要找我复合了 我怕连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这一次的张宇 在之后再也没有提过一次分手了 如今 张宇的成功 张宇所唱出来的神曲 被称作情歌王 一大半的功劳 在于自己的妻子十一郎 十一郎为张宇创作出了 一百五十多个歌曲 十一郎所创造出来的歌词 也都是全部亲身经历 有感而发 张宇作曲 十一郎作词 一对恩爱的夫妻 一直持续到现在 两个人也很少吵架 生活很是幸福 或许因为张宇的歌 更喜欢十一郎 能挽回男人的心 真是奇女子 爱不是尊严 才是真正的赢家 2022年 55岁的张宇 上了一个访谈节目 更宣布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消息 即将返回歌坛 一句话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也让无数人提出质疑 她还能火吗 2018年6月 出道将近30年 从未休息过的张宇 突然宣布了 无限期的停工的决定 直到2022年 张宇才在节目中表示 之前突然停工 一方面 是因为歌坛的竞争压力太大 她担心自己会被实态所淘汰 便付出了 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 另一方面 是因为过度的劳累 使得她的嗓子出现了问题 无奈之下 才做出了停工的决定 经过三年的修整 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 除此之外 还专门找了老师 改变了以前的唱歌方式 就算是长时间唱歌 也能够保持轻松的状态 嗓子也不会受到折磨 除了事业之外 张宇还向大家 谈起了自己的状态 日复一日的相处 让她发现了 妻子的可爱之处 让现场的观众 屏幕前的粉丝 吃了一嘴的狗粮 除了重新学习唱歌技巧 陪伴家人之外 她还接触了中医 针酒 心理治疗 等比较冷门的知识 如此看来 这次复出之后 她还是会以唱歌为主 可当下的歌坛 张宇作为一名 55岁的老牌歌手 虽然留下了很多 快知人口的歌曲 却没有办法 靠着歌手的身份活下去 高频率的音乐创作 已经不是她这个年纪 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在大部分的歌手 都整行做综艺的现状中 复出后的张宇 有很大概率 会朝着这个路线走 参加一些音乐类的节目 除了歌唱类的节目 张宇在搞笑类节目中 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6年的时候 她作为固定嘉宾的身份 参加了一档节目 本以为 张宇作为节目中 年龄最大的前辈 会以十分严肃的样子出现 谁知道 事实却远超众人的意料 时不时会爆出金句 引得全堂红堂大笑 女嘉宾害羞脸红 如果没有汪涵拉着她 节目的尺度一定会 一发不可收拾 不禁让人期待 张宇会不会 继承费玉清老师的风格 成为新一代的车王呢